小童玩具 哈喽小朋友们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好玩的玩具哦 那到底是什么呢 赶快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这是泰罗奥特曼 他曾经被怪兽吸入体内 现在又自己逃了出来 可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奥特曼呢 他看到了前面三位同伴都被怪兽吸入体内 现在要解救他们 那小朋友们让我们和他一起吧 这是怪兽哥莫拉 他吸收了奥特曼在他的体内 力量变得非常强大 哈哈看我这下控制了你 让我来解救奥特曼 第一步是把他的尾巴去掉 第二步呢是把他的头拿开 像这样 最后从他的背部打开 他的上半身呢可以旋转180度 出现了 出现了 这是初代奥特曼 第一个从M78星云来到地球的宇宙超人 哇 下一个就是你了 爱雷王 他呢也是从尾巴开始 把尾巴去掉 这样就可以看见他的双腿了 从他的背部打开 然后打开头部 然后打开头部 像这样 赛文奥特曼解救成功 最后一个就是你了 泰兰特 赶快释放我的同伴 他呢同样是先从头部开始 转过来把尾巴去掉 背部需要打开 调整一下 哈哈是左飞奥特曼 太罗奥特曼成功解救出来了伙伴们 这是杰德奥特曼 我们来看他给我们带来的棕色变形弹 哇 这个恐龙的脖子好长呀 哇 这是一只半龙 我们来看棕色变形弹里面有什么 哇 是拼装的乐高筋木玩具 哇塞 现在让我们来给他拼装起来 拼装完成 原来是一只白色的暴龙 孟比优Southman 宇宙警备队的新人 来看看这个变形弹会是谁呢 原来是一只肿头龙 看他的头上有一个鼓鼓的小暴 哇 好神奇呀 也是拼装玩具 身体部分拼装完成 现在来看他的头部 他的头乖乖的 拼装完成 他的头上有三个角 他叫三角龙 欧古老塞曼的闯光形态 哇 奇巨弹等不及 自己变形了 让我们来看看这会是谁呢 拼装好了 他看起来是不是很特别呢 他的名字叫做双脊龙 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个蓝色的变形弹会是谁呢 哇 也是一头三角龙 那你们知道三角龙是石草动物吗 最后一个登场的是塞龙奥特曼 来看看这个绿色的变形弹 他看起来很大呢 原来是一只剑龙 哇哦 他的背上还有尖尖的刺 那这个会是剑龙吗 让我们一起来拼装看看 哦 原来是一只霸王龙 他可是三连的霸主呢 哈喽 今天我们一起来玩变形的玩具咯 这里有一个变形的方块 旁边还有一个蓝色的变形弹 那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变形弹会是谁呢 哇 居然是复仇者联盟里的美国队长 他看起来好魁梧呀 再来看这个紫色的数字变形方块 一 那他会变成什么呢 哇哦 快看 他像一只老鹰 他的名字叫做神行鸟 再来看第二组 这个红色的会是哪位英雄呢 出现了是蜘蛛侠 他可是超级厉害呢 那方块二能变成什么动物呢 王岸 这是一只海底大鲨鱼 金海神 看到这个绿色的变形弹 你们猜到这是哪位英雄了吗 是绿巨人 小朋友们 你们猜对了吗 来看房块三 哇 他的变形好简单呀 这是一个大狮子 他的名字叫做百炸猴 这是雷神 再来看绿色的数字方块四 哇 这是一头大象 巨灵神 也是一个红色的变形弹 原来是钢铁虾 那数字五会变成什么动物呢 哦 这是一个老虎 青花神 最后一组了 来看这个变形弹会是谁呢 原来是复仇者联盟的敌人 灭霸 再来看数字六会变成什么动物呢 哦 他的变形也非常的简单 这是一个大猩猩 通必圆 现在让我们来给这些方块合体 变成一个机器人 哈哈 机器人一下子就把灭霸给打倒了 好了 今天的玩具就完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玩具可以给我点一颗小爱心哦 千万别忘记点击关注和订阅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